亲爱的弟兄姊妹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告诉我们 这封信是由使徒彼得所写的 他是写给那些在当时遭受极大逼迫 极大困苦而因此分散到 本都 加拉泰 加巴多加 亚西亚 彼推尼 和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他写信给他们 那试想想如果要你来写一封信 去安慰那个正在受极大试验逼迫的朋友 你会怎样在这信的开始 有一个怎样的开头呢 或许我们都会先要安慰 这个受逼迫的朋友 告诉他说我能体恤你的困难 告诉他说我正在为你切切的祷告等等 我想很少人会在信的开头 告诉那个正在受苦的人 你要赞美主耶稣 但彼得呢 在这封信的开头就说 就对他们说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彼得知道他们在受苦 但在信的开头 他说赞美主 如果有一个人来医院探访你 你刚开刀很辛苦 他说赞美主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受苦 你一来就赞美主 好像很开心这样 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呢 是有他的原因的 我们要来探讨这个原因 彼得是要告诉他们说 在你们受难的当儿 你们要仰望上帝 因为当你们明白上帝 通过你们生命里的一切 正在你生命里面 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时 你将会甚至在你受苦的时候 也会赞美上帝 身为基督徒 我们都清楚地知道 上帝在过去 已经为我们成就了的工作 那就是上帝怎样呢 在大约两千年前 两千年前 他拆遣主耶稣基督 他的独生子 来降世为人 为所有相信他的人 受难受死 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 使我们的罪 能够得到上帝的赦免 使所有相信耶稣的人 可以与上帝和好 那是上帝 在先前所为 所有的信徒 所做的工作 我们也知道 上帝也在将来 会为我们做的 他会将所有 在耶稣基督里的人 带到天堂去 使我们能够在天堂 永享天乐 但在这个上帝 在先前为我们做的 和将来所会为我们做的 之间的这段时间 上帝正在做些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去 好好的思考 所以呢 当基督徒 他只想到 耶稣为我受死 他只想到 我要到天堂去 在这个时候 他生命的经历 他忘记了 上帝 还在他生命里面做工 因此呢 当 很多这些 我们基督徒 受严重疾病的时候 患上严重疾病 受到 危险 受到 挫折 受到失败 困难 等等时 很多时候 在这些逆境中 就开始的 怀疑 上帝 为什么会这样做 上帝啊 你到底在 做些什么 为什么会让我 受这样的痛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呢 就开始怀疑上帝 甚至怀疑 上帝到底存不存在 如果上帝是存在的话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这些 都是 我们基督徒经常 在患难中 在思念中 所经历的 或许当时的那些 被分散的基督徒 他们心里也在想 也在怀疑 上帝为什么会 让他们受这么多的苦楚 到底上帝的用意何在 所以今天 我们要来探讨 上帝接着使徒 彼得所要告诉他们的 不只是要告诉他们 也要告诉我们 也要告诉所有 世世代代的 基督徒的真理 首先呢 彼得就叫当 时的基督徒和我们 把注意力放在 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和基业 第三节 愿送赞归于我们 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这里说上帝 曾造自己的大怜悯 重生了我们 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这个主耶稣告诉 尼格迪姆说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你若没有重生 你不止不能进入神的国 你连看都看不见神的国 所以上帝 不只是赐给我们 生命的上帝 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上帝也是赐给我们 属灵生命的上帝 赐给我们永生的上帝 祂使我们重生 我们这些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 祂使我们重生来认识祂 有永生 所以要不是上帝 差遣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来为我们完全的遵守 上帝的律法 为我们赎罪 以致祂必须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复活升天的话 我们绝对不能够重生 不能有永生 因此也不能够见神的国 彼得告诉我们 这完全是上帝 照着自己的大怜悯 来重生我们的 主耶稣的复活 显示了上帝已经接受了 耶稣所谓我们偿还的罪债 因为主耶稣基督一天不复活 就表示我们的罪还没有被上帝原谅 但是因为主耶稣复活 但是因为主耶稣复活了 这代表罪的公价 已被完全的还清 耶稣除去了我们的罪恶 从死里复活 胜过了死亡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 可以因信称义 刚才我们海德宝也读到 因信心我们连于基督 我们可以得到上帝所应许的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在基督里 我们与神和好 耶稣的复活 也保证了我们将会像他一样 一起的也会复活 因此彼得说 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这里所谓的活泼 不是蹦蹦跳跳的那种活泼 而是指我们的盼望是活的 是真实的 不是死的 不是虚妄的 我们的盼望 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所保证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 又真又活的救助 因此我们的盼望 是活的 第二 彼得也在第四节提醒 基督徒提醒我们 因主耶稣基督重生的人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里讲到 为我们在预备 上帝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基业 这个预备 在这里 有向我们预定 一个在餐厅里面预定一个座位的 那种同样的意思 reserved 就是如果你在餐厅预定一个座位 在那个时候 只有你可以用 其他人来 他要坐那个位置 事应生会说 不可以不可以 这个已经有人预定了 你不能够坐这个地方 现在这里告诉我们 上帝为我们预定了 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这是何等大的安慰 不是为别人 不是为不知道谁 而是为每一个基督徒 上帝都预定了 这个是给你的 这是给你的 这是给你的基业 在基督里的基督徒是何等有福的 而且这个基业 是不能朽坏的基业 那基业不像世上的这些基业 它不会被破坏 或者损失掉 比如说 今天你有一个很富有的亲人 他就给你留下一幅非常昂贵的画 但是呢 因为可能孩子玩火 把这幅昂贵的画给烧坏了 或者你不小心把它给撞破了 那这幅画已经坏了 已经没有价值了 不值钱了 但是上帝给的这个基业 是不会朽坏的 而且也是不能玷污的 被什么玷污呢 我们知道这个世上 因为罪的缘故 使到这个世界 甚至美好的东西 都经常会美中不足 美好的时光 也不会一直的继续下去 在这世上 不是永久的东西 都被罪给影响了 但上帝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基业 是完美 不受罪 所影响的 所以是永远是完美的 不会变的 而且也不会衰残的 就像一朵 永不凋谢的花 永远不会失去 它的色彩和 分香 上帝所赐的 是永不改变 美好的基业 永远不会贬值的基业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 为你和我 在天上 预备了这个基业 有些人 知道 那个人很富有 他死后 他这个财产就留给他儿女 他儿女这么有福 能够领到这么大的一笔财产 但上帝为我们 存留在天上 他这个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会衰残的基业 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福气 这基业是人不能够夺走 强盗不能够从我们手中抢去或偷去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 无限美好 充满荣耀的基业 我们正在朝着这个基业迈进 使徒彼得还继续地告诉我们 这美妙的事实 第五节 他说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 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他说 上帝为我们在天上 预备了这个基业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到天上去 那有什么好处 再好的基业 我们都得不到 但是这里说 你们是蒙神保守的人 你肯定会得到这个基业 他会保证 把你安全地带到天堂去 来领受这个基业 这是何等大的福气 不只是这个基业存留在天上 为你为我存留在天上 别人不能够拿去 而且我们还有神的保守 来带领我们 直到我们能够领受这个基业 因此呢 基督徒 就算在这个世上 我们遭遇任何的困苦 任何的思念 我们知道上帝都会保守我们 我们不会因此 失掉我们的救恩 上帝不会让我们失脚 好叫我们能够最终的 可以从上帝的手里 领受到这份基业 上帝是何等的恩待我们啊 我们到底有什么好 让上帝这样的恩待我们 有时我们真的是 当我们在省察自己的时候 看到自己这么的软弱 这么的罪恶 真的在想 到底上帝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 其实上帝看到的只是罪恶 我的罪恶 我的不配 上帝照理应该 是盼我到地狱去永远受死的 但是他却因他的独生子爱我们 赐给我们他的救恩 反倒要他的独生子来为我们赎罪 来救赎我们 所以 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 是有福的人 因此我们在这世上 受到困苦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有喜乐 来送赞主 赞美主 因为我们知道 上帝正在带领我去天堂 他不是叫我 白白地走冤枉的路 他正像这个诗篇23篇所说的 有时候必须经过死因的忧苦 因为到天堂去 这是上帝要我们必经的道路 因此我要赞美主 因为每经一世 我更加的清静 进入天国的日子了 第二 天父正在预备我们来承受那句基业 你要知道 他正在预备我们 我们现在带着这软弱罪恶 我们不能够到天堂去 现在 我们以现在的这个状态 还不能够进入天堂 上帝正在捷径我们 预备我们 使我们成圣来进入天堂 所以第六第七节说 因此 在患难的时候 我们要有大喜乐 但如今 在百般思念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 这个在百般思念 暂时忧愁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所以 彼得 告诉我们 上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正在为我们做些什么 彼得明白 在我们的生命里 不会是每天都充满欢笑 事事顺利 每个人都会有低落伤心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问题 有痛苦的时候 因为这世界是败坏的世界 我们是不完美的人 所以问题是肯定有的 身为基督徒 我们更是会遭遇 在属灵方面的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是 在打这个属灵的征战 在打仗的士兵 有哪一个是想要舒舒服服的 有哪一个会觉得说 为什么打仗这样辛苦 会觉得惊奇的 没有这样的吧 因为每个人都知道 在打仗的时候 都必须会受 会有辛苦 有痛苦 我们在打属灵的征战 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 因此遭遇困难 是自然的 但是这不只是自然的 没有办法 这一切是上帝在操纵着 一切不论好坏的事情 都有上帝的美意 因为上帝要我们得益处 来坚强我们的信心 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到这一点的话 上帝正在利用生命里面 我们所遭遇的一切 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来洁净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以另外一种眼光 来看待问题 看待困难 看待思念 虽然我们很自然 没有人会很欢迎问题 欢迎思念 但我们必须知道 但我们必须知道 上帝的用意 当上帝允许 思念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他在通过这些思念 来预备我们进入天堂 预备我们来承受 他为我们在天堂 所存留的那个基业 第七节说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精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尊贵 彼得说 上帝叫我们的信心 被试验 比用火试验 那个精 更宝贵 更来得重要 因为这个精 我们知道 这个精被火试验 试验后 会更纯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纯精 但这个精 毕竟 也会坏 也会有被丢失 被人偷窃的这种情形 会失去的 而且在末日 世界末日的时候 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 在我们离开世界 死的时候 这金银财宝 都对我们来说 没有价值了 我们都不能够带走 但是上帝 所给我们的这个信心 却是永远不会失掉的 这信心是宝贵的 经过这试验 我们的信心 会更加的坚固 而且 在耶稣 第七节说 耶稣显现的时候 能够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因为 经得起 试验的信心 才是真实的信心 我们的信心 是上帝 赐给我们的 那因着 祂的恩典 祂的慈爱 祂正在 竭尽我们这个信心 使到我们最终 能有一个完美的信心 只有通过试验 才能得到完美的效果 上帝 像我说的 不会 要我们走冤枉路 上帝 也不会要我们 冤枉的受苦 受难 所以当我们受到 试验时候 当我们受苦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 怀疑上帝 我们要知道 这也是出于 爱我们上帝的手 祂有祂的目的 我们必须清楚地 了解这一点 对 我们经常都希望 问题 马上地被解决 我们可以 尽快地得到帮助 很多时候 上帝也这样地 来帮助我们 很快地就帮我们 解决了问题 使到我们不再受苦 但 也有时候 上帝要我们 经过这些困苦 甚至 继续地在这个困苦中 为的是 使我们 得益处 为的是 洁净我们的信心 来预备我们 进入天国 使到 那天的到来 当 我们离开 这世界 当主耶稣基督 再来的那天 我们将得到 永远的解脱 离开这充满 罪恶 堕落的世界 进入充满 荣耀 喜乐的天堂 所以 弟兄姊妹 不要忘记 上帝正在 预备 我们 进入 天国 永远地 住在 耶和华的 殿中 因此 当我们在生命里面 受到痛苦的时候 伤心 失望 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们必须 知道 必须记得 我们正在 受试验 使我们 能够 成胜 如果不明白 这一点的话 如果只 只想要 上帝赐给我们 舒适快乐 没有问题的生命 那我们 就不明白 上帝在做什么 那当我们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 感谢上帝 没问题的生命 将会到来 那是主耶稣 再来的时候 那是当我们 离开这世界的时候 他将 永永远远地 赐给我们 这是我们 上帝 为我们所预备的 我们现在正在 让上帝准备 去进入这个天国 就像一个 一个运动员 一个运动员 他有这个目标 他说我要能够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面 跑完这个路程 他就训练 在训练的时候 不容易 他要受苦 但是他知道 这些苦 是有目的的 直到他越来越会 能够达到 他的目标 等到他达到 目标的时候 他就有 这个心里的满足 和快乐 更何况 我们是得到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 天国 和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那可不值得 我们来受试验 试念 直到我们能够 完完全全以喜乐的心 来领受这个基业 当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像 保罗在 哥林多后书 四章十七十八节 所说的 你们这 自赞 自轻的苦楚 当我们明白 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 对这世上所受的苦楚 看为只是暂时的 而且是轻的 有时候我们不明白 但是 我们都听闻过 有好些基督徒 在其他的国家 因为他们的信心 受极大的逼迫 丢命 全家被操战 被杀害 他们仍然没有 就是违背上帝 他们还是赞美上帝 他们还是相信上帝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这是暂时的 这是轻微的 因为这 这哥林多后书继续说 要这一切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 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这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 自赞自轻的苦楚 是为我们 要为我们成就 那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经常我们都会 在生命里面发现到 而且也能够在 其他信主的弟兄姊妹们 的生命见证到 就是当我们经历苦楚的时候 我们依靠上帝 上帝赐我们力量 赐我们平安 带领我们经过的苦楚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到 我们信心的确是受到 勉励 受到 使到我们 更加的坚强 更加的知道 上帝是可靠的 他怎样的带领我 经过这个困难 他怎样的带领我的弟兄姊妹 经过这苦楚 所以我们就会更加的信靠他 我们更加的知道 他在我们生命里面 都从来没有离弃过我们 因此下一次 我在受苦的时候 我也能够知道 他也不会离弃我的 因为他是永远 不会离弃我们的上帝 他是守约的上帝 所以 有时候经过苦楚 我们要明白 上帝的用意 我们才能够以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这一切 因此呢 有时候我们祷告会说 主啊 求祢 让我舒服一点 求祢把这个问题除掉 没有错 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但是 为何不尝试 有些时候 我们这样祷告之后 还是 这个问题还在的时候 我们 或许应该祷告 主啊 求祢吃我更强的信心 来依靠祢 来跟随祢 经过祢要我经过的这条路 第三 我们在百般思念中 是可以有喜乐的 在百般思念中有喜乐 听起来很矛盾 思念和喜乐 似乎是不能够共存的 有思念 怎么可能有喜乐呢 但当我们明白 其实对基督徒来说 对上帝宝贵的儿女来说 思念是上帝的美意 来使我们更像我们的恩主耶稣 使我们成圣 我们就会有喜乐 罗马书八章第28节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使他旨意被造的人 我们今天经节第七节也说 我们的信心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上帝不只要使我们分享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到时候基督徒也可以让世人看见 也让世人见证到上帝的大能 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这改变 我们跟其他罪人一样 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 但是上帝竟然将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 给造就成像他儿子的模样 好叫我们来荣耀他 叫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 能够有这么完美荣耀的生命 当世人这样看到的时候 他们也会将荣耀归给上帝 当我们戴着那永恒的眼镜 来看待生命里面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时 我们就会感谢上帝 我们是有这么大的福气 来成为他的儿女 上帝竟然要花心思 在我们每天的生命里面 来预备我们进入天堂 我们可以想 上帝是全能的上帝 他可以将就 在一秒钟就把我们 使我们成圣 带入天堂 为什么还要每天 花这样多心思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安排这个 安排那个 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他 使我们更加的完美 这是上帝 奇妙之处 上帝在预备我们 来得到这个伟大的 他所预备的基业 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要他预备好 才能够承受的 所以我们不要 嫉妒这世上 其他人所拥有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其他人 他们的命 真的很像很好 很顺利 真的有这个有那个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比不上别人 我们不要去嫉妒 其他人所有的 其实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所有的是无价的 是永恒的福气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 我们就不会怀疑上帝的爱 怀疑上帝的智慧的安排 当我们明白之后 我们就能够像哈巴谷 在哈巴谷三章十七节 这个先知这么说 他说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望 葡萄树不结果 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也不出粮食 圈中绝了羊 棚内也没有牛 这个情景啊 种菜 菜死 养羊 养牛 全部死到光 什么都没有 然而 我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们的神 喜乐 就算在这样 这样苦 这样 似乎绝望的情况下 我仍然要因耶和华欢心 因救我的神欢喜 难怪彼得也在 彼得前书五章第一节说 我这座长老 做基督受苦的见证 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 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座长老的人 我们知道 我们将要重享这将要显现的荣耀 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说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 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然后彼得在第八章第九节 也这么说 他说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虽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基督徒虽然没有用肉眼 看见基督或上帝 但是上帝打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目 让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圣手 正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将要在不久的将来 面对面的与耶稣在天国见面 所以尽管今生的生命 我们能够会遭遇无数的失恋 无数的问题 忧伤等 我们知道 我们将会在不久的将来 有说不出来满有的荣光与大喜乐 现在我们就能够有喜乐 虽然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的喜乐 掺杂了忧伤 因为这世界 我们还会有忧伤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忧伤中 能够依然有喜乐 因为在主里面 我们将会永永远远的 享受到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与喜乐 而且我们知道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会永享天了 但是现在每当遇见问题的时候 是使我更加清静上帝的时候 每当遇见问题的时候 是使我尝到上帝恩典好处的时候 因此让我们更加的 要来以喜乐的心来面对一切 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第四节说 我的弟兄们 你们若在百般思念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你们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就深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上帝的话够清楚了吧 我们应当知道在耶稣里是多么有福的 甚至在这堕落的世界上 遇见任何的困苦 都有上帝的美意 在我们当中 如果还有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 那你们呢 在你生命里面 你是往哪里去呢 在你生命里面 遇见苦楚的时候 遇见问题的时候 你是怎样看待的呢 如果你有主耶稣基督 如果你的罪已被耶稣赦免 你将知道你是上帝所爱的子民 你将知道在你生命里面 所遇见的每一件事 都是上帝精心安排 为叫你得好处的 你才能会有喜乐 你才能有盼望 知道在不久的将来 你将因神的保守 得到在天国为你预备的基业 所以愿主帮助我们 在受试验时也能清楚的明白 那是出自天父的爱 让我们继续的依靠他所持的恩典 依靠他所赐给我们的力量和帮助 直到我们到天国为止 阿们